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今天的造句 今天造什麼句子 太子爺 太子爺你知道嗎 因為每次破口都在他那裡 所以這一陣子 你都覺得他特別的沉浅 特別的低調 沒什麼聲音你知道 當然這個怕多講多錯 那終於忍不住講話了 因為這個蘇貞昌的施政報告 在立法院多次遭到在野黨的杯葛 因為3加11 他不願意檢討 不願意反省 也不願意真正的調查 自己調查自己嗎 當然只能夠說自己好棒棒 結果這個昨天蘇貞昌就創了一個 金氏世界紀錄 有沒有 22秒57個字就完成了施政報告 大家都在罵 說薪水小偷莫此為甚 那麼鄭文燦總是要 發表一點看法 要不然你在民進黨 不就被邊緣化了嗎 所以他說要杯葛 可用正常議事手段 這個東西似曾相識 好像以前國民黨 也這樣講過民進黨 所以曾是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對不對 換了屁股就換了腦袋 民進黨以前有用過正常議事手段 來對付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嗎 說實話臺灣開始立法院 展開暴力杯葛抗爭的 拔麥克風的造成一些流血衝突的是誰 當然就是民進黨還有誰呢 所以鄭文燦你今天講這個話 你要不要想一想這樣講恰當嗎 這個劍射出去又回到了你自己的身上 所以今天這個句子也很好造 要怎樣怎樣 可用怎樣怎樣 是不是100個句子跑出來 我們的網友每天下午3點半 就幫我們來想例句 在辣碗報的官方臉書上 歡迎大家多多造句 吳成縣我發現你常常入選 要打仗可以用掃把 對掃把無限多 明月要掩蓋3加11破口 可以用沒有會議記錄打死不認 這個真的是大家叹為觀止對不對 你再怎麼樣 我都很難想像會凹出一個 沒有會議記錄 然後就這樣給他通過了 怕死人 這就是我們台灣 還有詠卿Lawrence Lee 還有彥廷 施博 何榮 你們五位英雄所見略童 要支持中天可用綠界金流 斗內 這句超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謝謝 還有Vader 要蔡英文聽到可以用拍桌的 現在發現拍桌也沒用 沒用 這個已經證明沒用 已經證明沒用了 要跟3Q對話不可用國語 好 我們待會討論一下 他的國語到底好不好 他的台語好不好 我跟你講 找一個台語好的來跟他PK 他的台語其實 太爛了 對不對 我們稍後來請龍介先示範一下好不好 看什麼叫做正統的 典雅的 流暢的 優美的台語 什麼叫做優美典雅的台語 龍介先稍後來示範一下 好 所以拜託大家多多造句 介大使先請 要整老百姓 可以用茶水錶 被整的人好多 我覺得你整一些政治人物也就罷了 你整那些小老百姓幹嘛 那種阿公阿嬤 那種你知道 有時候突然嚇死了 嚇到進警察局還在發抖 真的滿殘忍的 來 永平 要棄封民進黨 可用大聲唱塔綠班之歌 這個塔綠班也是 三個字又要對方崩潰 這幾天我們群組有流傳一個影片 好好笑 他們弄一個小女孩就這樣一直很生氣很生氣的臉 然後就配塔綠班 真的嗎 你帶我一個圈 你帶我一圈給我們製作人嗎 真的好搞笑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看一下 好有趣 我傳給製作人好了 我找一下我傳給製作人 我覺得好搞笑 但不管怎麼樣 真的是可以棄封民進黨 但是你最近在這個PTT上看 PTT現在最紅的流行語 就是是的塔綠班 好的塔綠班 塔綠班你說得對 塔綠班我同意 塔綠班沒錯 就是這樣子 拜託大家多多造句 在七點半左右 辮子妹會戴上她的皇冠 頒獎給今天的金巨王 後來發現 他人是我們想要去赴 這些τί子 他人也想要去赴 餐廳 為什麼 這位 goddess 不是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